贸易战升温对于企业的影响 开始逐步更多的显现了吗 哇 升温这个已经是用了很温和的字眼了 是这种感觉吗 其实明天的话 现在市场都很预计说明天9月6号之后 如果它通过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咨询之后呢 其实它应该百分百会开始这个2000亿这个关税的了 但是问题现在市场是在想它 究竟是一次过把这2000亿的这个关税是去征收呢 还是分阶段呢 那市场是偏向说分阶段的 因为它500亿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分阶段进行 那这2000亿呢 相信呢 它会就是根据它的这个之前这个贸易战 对于它的经济的影响 在进行这个分阶段的这个征收关税 那另外其实说新兴市场 它们这边有这些问题出现的话呢 一些避险的资金呢 也是流进了美元的 那美元那边呢 所以也会上升 那美金上升的话呢 也是对它这个贸易战的影响也大的 所以它这个 对于它来说 它分阶段去进行 是应该对它来说是最保险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想要弱美元嘛 对吧 它那个觉得说我现在在很努力的打贸易战 如果那个年美元上升 我这边压力更大一些 但是说实话 如果它觉得压力大的话 我们只会觉得压力更大 那你刚刚说到新兴市场的一个危机 真的是很明显 比如说像是印度那边的国债 都已经去到一些新的一些利率的高位 所以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一些 你觉得有问题的 或者是你还没有想到 有问题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其实大家都在面临一些困境 有些人也在那边说 那其实不管是香港 或者中国要就是能撑多久 其实这个是大家会有隐忧在的 港股这一边呢 当然了 你要说没有受到这个压力 也不可能 刚刚你讲到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港股这边的一个资金 有可能也是因为美元的一个强势 其实会进一步的一个走落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直以来的一个趋势嘛 对不对 但是这几天 其实港股还是有反弹的 是大家怎么样 就是那个没有触及到那个 到了那个deadline of 2000亿之前 还是抱有幻想吗 还是如何 其实我最近发现这几天来说 那个港股跌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其实它跟A股的联动性还蛮大的 这几天都是A股 如果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话呢 港股就会跟随着反弹 所以近期来说 应该是内地的一个北水的这个资金呢 会比较影响说港股 因为始终说外面的资金都是一项就是估的了 对于港股啊 新兴市场这边 印象的他们的那个态度应该就是估了 然后主要就是流回去 回流去美股那边 所以美股那边就始终是创新高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现在港股来说呢 还是我最近其实还是蛮留意着A股的这个上证中和指数 还有他们的一个深圳指数 他们一个走势是如何 然后来观察一下内地的一些资金 他们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 但其实他的那个资金我也觉得是蛮有意思 因为我们平时也会跟A股的嘉宾聊嘛 所以基本上来说 大家的虽然看法呢 是整体的一个市场啊 是觉得比较淡 但是A股真的是对于期待反弹这件事情 是充满了信心啊 对 其实他们因为其实跌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了嘛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所谓的一个估值的底部吧 然后他们也是认为一个政策底在 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现阶段来说 他们应该是觉得应该是一个筑底的一个情况 但是有没有一个很大幅的反弹 我就是还保留着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而且就港股这边我也比较少听到政策底的说法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日子库啊 对 那也是他们就是基本上跌到一个位置呢 拉一拉上阵武林 然后对吧 比如说像昨天平安一拉的话 整体的一个大师又能够感觉是靠稳啊 但是并不代表股票跌的是少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说一下港股今天早上的表现好了 目前也是跌了294点啊 跌回到了27682点 那其实我也有在关心A股那边的情况的时候 我一直有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反复问 就问他们说那个2000亿到底 等它慢慢的真的落实的话 大家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恐慌 但他们都会觉得说已经消化掉了 那你会觉得港股其实消化掉了吗 其实港股之前也是一直在消化 其实这个消息也不是最近才传输 所以他们一直在消化这个消息 而更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说 这个最近说那个美国那边加息 然后港元这边的那个银行结余的这个水平 已经跌到700亿了 然后还有个500亿的一个心理关口 那港元这边加息是应该是肯定的了 之后下半年 那对于这个资金来说 它的一个资金的成本压力是在的 所以这个更加是对港股方面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压力在了 所以还是比较谨慎一点 那也是看一下这个走势如何了 包括你刚刚说到的那个 营养储备的一个问题在啊 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关心一下 那个美股昨天的一些情况吧 因为有一些蛮有意思的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跟进啊 美股方面呢想说的几个公司 包括像是亚马逊 昨天呢是能够上升1.33% 苹果呢也是上升0.32%的 而京东方面和阿里巴巴呢 其实分别都是下降了5.97% 以及下降了2.61%的 那为什么要来说一下 这样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呢 当然是昨天其实亚马逊是很厉害啊 因为亚马逊它根本是 又成为了苹果第二啊 就是第二家是突破了万亿元市值的 这样的一只公司啊 那除了它创历史新高以外呢 当然也注意到啊 它的股价的 其实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啊 都已经翻了一倍 而且呢是令到它的创办人 以及先CEO呢 其实它的身价又继续的是成为 第一位的继续是全球首富啊 拉开那个与第二位的那个差距啊 那我们注意了一下呢 就大家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跟苹果比起来 分析师当中说 要继续呼吁买入亚马逊的人 其实还是要比苹果要来得多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 他们的一些利润率啊 或者各方面的表现 其实亚马逊说的可能是 五点几的利润率 但苹果的明显会高很多嘛 因为它就是奢侈兵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好像更加的把眼光 会注意到亚马逊的 比如说它的云计算啊 智能家具啊 广告这一方面的一些 新的一个增长引擎啊 甚至有一些分析师是认为 三到五年内呢 它的市值还能够翻倍 就是说现在是一万亿 三到五年内 它市值要翻倍到两万亿 哇那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投资股票的标的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其实它的业务来说 还是真的蛮令人的 就蛮吸引人的 因为它的云计算啊 已经是达到 有一个盈利的一个水平 然后占了它的一个利润 有百分之七十 那靠着这个云计算 它可以展开很多的业务 包括说 它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商品 然后去推出给那个消费者 另外呢 它也会有一些自家的 一个品牌去推出 然后他们可以研究 大数据去研究 消费者究竟喜欢哪一种商品 然后他们继续去推出 自己的那个商品 那如果推出自己的商品的话 成本就下降 就更加是下降了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于它本身的一个利润来说 还是有更大的一个提高 另外它其实靠的 它的一个盈利的模式 还是有另外一个 就是Prime它的一个会员的制度 来增加了一个客户的一个粘性 这个粘性是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说 这么多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消费者 我为什么只网上的一个平台 我为什么只选你这个亚马逊呢 然后它这个计划就非常好 就是说05年已经推出来了 然后近期才有个爆发性的增长 就是说它一个每年 就是交一个99块钱的 美金的一个会员价 然后它可以享受很多的一些折扣 包括说他们可以免费 就是送货到家之类的 这些包括很多的东西 然后去捆绑住这些会员 然后他们会有更多的去消费 在他们的一个平台上 然后竟然也是推动他们更加是 去研究怎么去令客户的体验更加好 然后再增加这些投资 然后再令到整个盈利是在上涨的 所以它这一个模式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自身的一个 它自己形容说一个陀螺型的 非陀螺型的一个增长 就是它不断地通过自己的东西 然后它的盈利就是不断地 一个扩大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讲到亚马逊 觉得很可怕 因为它如果是用它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基础 然后再去进入到任何的一个新的行业 大家都会觉得说 它很快就可以把那个新的行业 里面的一个对手给打败 因为其实它进入的很多的新的行业 很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对手Facebook Google或者苹果 其实他们已经进入的一些行业 包括他现在说要进入什么 智能家居 或者汽车上面的音箱 其实大家都在 可能都在研发 但是他就会觉得不一样 因为他的不管是他的大数据 还是云计算 都能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 那不是就变成一个巨人 他去踩任何的点 其实都能踩到 所以大家其实看好的一个原因 也在那里 另外也注意到他的一个广告 也说到 就你刚刚说 不是他在那个电子商务方面的东西吗 但是觉得说 是啊 我因为有电子商务 我看到那些人 实质上面可以买什么 所以说我其实可以更加地 给你一个精准的一个 投放的一个广告 那个可能比你只是浏览一个东西 可能那个效果更好 哇 这就是让大家一下子会觉得说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企业 那如果是你来选择的话 怎么讲 就是他和苹果之类的 从通过万亿之后的这个平台 是不是还是 甚至他是有一个更强的增长动力 其实目前来说 应该是亚马逊的一个增长动力比较强 因为其实苹果 他也是目前来说 虽然他的一个生态圈是有的 但是目前来说他主要是靠这个销售这个手机来去增加他的这个利润 但是他手机方面虽然说还是有很多的利好的因素 比如说他一个单价的提高会带动他整个盈利的一个情况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 整个环球的一个手机 一个使用率会不会饱和的一个情况呢 会不会就令到这个苹果 他们的一个未来的对他分析 市场对他未来的一个盈利 会不会有一个瓶颈在 所以以想象空间来说 应该是亚马逊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注意到亚马逊的其实云计算 有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是好好的把云计算都聊了一遍 也聊到比如说中国的那个 No.1阿里巴巴以及亚马逊的那个云计算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从第二季度的一个市占率方面呢 亚马逊仍旧是排在完全的一个第一位的 而且一个增长速度其实也不慢 当然对手的增长速度可能也跟基数有关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 那全球的一个云计算的一个业务呢 感觉这个市场那个更大 给大家很大的一个憧憬 这一块其实是不是亚马逊你会更看好 或者说最看好的其中的一方面 没错因为其实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这个云市场的方面呢 其实就是它占有了市场率越大 那它后来的一个就是研发能力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业务的一个盈利能力呢 也是更强的 就是强者很强的一个情况在这里的 所以对于亚马逊 它有这么高的一个市占率的话呢 对于它未来的一个业务发展是很有用的 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些 采其他的一个业务 因为dropbox啊或者是spotify啊 他们都是用它的一个云的一个服务 那这么大的一些其他就是普通的一些音乐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视频的一个供应商 也是用在它的一个云上面 它去研究其他的一些行业的数据 也是非常容易的 我其实刚刚在看股价的时候 也觉得有点唏嘘啊 那个京东呢 当然有它自己的那个因素嘛 对吧 因为刘强东虽然他从那个美国回到中国 而且参加了一些商务活动啊 但是呢也是留意到 其实相对来说 美国那边并没有说 你现在就什么事情没有了 接下来随时还要招呼的 所以说京东昨天是在这个事件出来以后的 那个第一天的股价的反应呢 看到是要跌大概是6%的嘛 阿里巴巴当然了中概股其实日子 大家都不是特别好过 其实他们同样都有电商的那个业务在 那阿里巴巴的云还做得不错 为什么就是从一个竞争 或者是从一个对比的一个角度来说 好像就是没有人家的那种势头呢 其实啊就是先说阿里巴巴吧 因为其实它的一个云的一个业务来说 还是没有在盈利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它目前呢也是 目前它的一个主营的业务 应该只是说它的一个网购的一个平台 是作为它一个核心的一个业务 然后云它方面呢 占它的一个业务的比例也不是太大 而它以后它所想的 应该是想把线下的一个 一个渠道再打开一点 所以它感觉它在云方面的这方面是有去做一些 想去贡献的一些给它的盈利的一些东西 但是它的主要的更是想去做消费这方面 那如果消费这方面的话 它是集中火力在这里的话 那未来的那些投资者呢 是更加关注说内地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情况 因为其实内地的一个消费数据也是不好嘛 下半年市场也是不太看好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去它的股价下跌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然后如果京东那边呢 更加是它主要是做一个自营的一个平台 如果它自营的一个平台成本上面就更加高了 那所以它近期来说它一个跌幅是更加大的 那昨天它的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 其实感觉上它的一个跌幅不是太大 因为它一直在跌 所以感觉 今年以来其实已经跌了几成了这样子 没错 所以就感觉说它这个事件对于它的一个 其实这件事情出现在其他的一个企业方面 其实是属于一个蛮大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它这个京东来说 它的一个没有第二把手 它去替代它的一个情况下呢 它的一个对它的影响是更加大 虽然说可能现在是没什么事情 但是后续的一个发酵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在其他的一些 还没有有那么大的一个跌幅的一个股票身上的话呢 这个跌幅其实是还蛮OK的 因为你说的这个点其实是蛮重要的 它不是一个说我现在是一个CEO 或者是仅仅是个CEO 我就下台一鞠躬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它现在是从事创办人 精神领袖 而且没有人可以来提替它 就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公司 比如说阿里巴巴没有马云 或者是我们说腾讯没有马化腾一样 那其实那个市场的一个反应会不一样 如果大家知道 其实有这样的所谓的一些桃色新闻的一些公司 他们的一些管理层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创办人为此付上的一个代价 甚至有些真的是要离开 就是创办的公司它都要去 就拱省相让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警示 我们终于休息一下 回来马上再来关注其他的股份 我再来解决 我再来解决